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9月4日星期日,这个视频呢,跟大家继续聊一下俄乌冲突以及相关的话题。 那么昨天跟大家说了,这段时间以来呢,围绕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受到攻击的这件事情呢,乌克兰和俄罗斯互相指责对方攻击了,轰炸了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造成了核电站的这种核泄漏的危险。 双方呢,都说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扎波罗热核电站如果发生了泄漏的话呢,它的危害力要比那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泄漏要大十倍之多,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乌克兰呢,就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攻击。 那么俄罗斯就说呢,这纯粹就是乌克兰贼喊抓贼,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来攻击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就是乌克兰攻击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同时呢,俄罗斯就要求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来进行现场的调查,来确认这个攻击是来自于乌克兰的。 那么这个国际原子能组织,它来了之后呢,结果就两手一摊,抛出来一个呢,他们没有资源来鉴定是谁攻击的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 那等于说,联合国来了以后呢,也没有办法来确定,俄罗斯的目的呢,并不能够达到。 乌克兰就觉得呢,你俄罗斯你还有什么招呢,不如我就认了吧。 那么乌克兰呢,一方面在这个国际原子能组织还在现场的时候,又对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攻击。 那么联合国呢,连个屁也不放。 那么乌克兰呢,就更加的有恃无恐了,他们直接就承认了,说这两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这个攻击呢,就是他们干的。 那么俄罗斯把联合国请来之后呢,又达不到他的目的。 俄罗斯就没有办法吗? 俄罗斯实际上也是有办法的。 那俄罗斯呢,今天就宣布了,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停止工作。 你要知道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呀,它是欧洲最大的一个核电站。 乌克兰60%的这个供电都是由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来供应的。 如果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停止了工作的话,那么就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就没电了。 前两天的时候呢,对于乌克兰政府控制的地区,还只是由两条线路停止供电,乌克兰就受不了了。 你想想看,现在全面停止工作,乌克兰得有多受不了。 不过呢,这事是刚刚发生,还没有看到它的后果,还没有看到乌克兰方面的反应。 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就这个联合国呀,完全被美国来操控,真是特别的启人。 那么昨天俄罗斯方面还公布了另外一个消息,我也跟大家说了。 就是乌克兰要求提供带有喷雾装置的叫拜拉克特尔无人机。 那俄罗斯又说呢,如果美国给基辅这个无人机的话,会相当的危险。 它的危险呢,还不仅仅在于它的作战半径,可以让它深入到俄罗斯。 更主要的就是那关键词啊,有喷雾装置。 我昨天跟大家说了呢,这个有喷雾装置它要干什么? 那俄罗斯认为呢,这是非常明显的。 它很有可能就要启动这个生物战了。 俄罗斯之前的时候,当它这个特别军事行动, 失入到这个乌克兰不久。 那么俄罗斯占领的这个地区呢, 就有美国和乌克兰合作的那些实验室。 俄罗斯就发现了那些实验室里面呢,有好多这种生物实验。 不光有病毒,有细菌,还有昆虫,还有可以携带病毒啊,细菌的那些昆虫。 当时俄罗斯呢,就要求联合国对这些实验室进行调查。 结果联合国当时说什么? 说他们没有权利对这些实验室进行调查。 我们中国人就傻眼了呀,我们中国人就觉得说不对吧。 那联合国不是对中国的武汉实验室都调查了好几次了吗? 怎么那会儿没有说联合国没有权利来调查这些实验室呢? 联合国为什么没有权利来调查乌克兰的这些这么危险的实验室呢? 好,现在呢,联合国没有来调查这些实验室。 那么乌克兰现在呢,就更进一步,如果他得到带喷雾的这些无人机的话,很有可能就到这个俄罗斯去喷洒那些病毒或者细菌,或者是带有病毒细菌的昆虫。 这是相当危险的,这就是联合国呀,完全被美国控制。 我昨天还跟大家说了,就是联合国呢,那个人权高专啊,还到中国去调查新疆这件事啊,那怎么不说没有权利去调查呢? 美国要求到中国去调查,西方要求到中国去调查,说新疆有种族灭绝,然后就到新疆去调查。 那么去的时候呢,中国领了他们在新疆看了一个遍,当时是非常满意的。 因为他压根就没有什么种族灭绝,我们新疆的同胞生活的幸福着呢,美满着呢,快乐着呢,对不对? 那完了回去以后呢,本来就真相大白了吧。 联合国人权高专,这么有权威性的机构来调查完了以后,这事就应该堵住所有人的嘴了吗? 结果不是啊。 回去以后这个联合国人权高专就变了嘴脸了,马上就站在美国一边,说到中国什么也没看到,说中国有可能有种族灭绝啊。 就来了白来,看到了都不承认,仍然去猜测说他们想要的那些东西他没看到,你说还有天理吗?还有正义吗? 好,现在呢,就非常危险,如果美国给了这个乌克兰这种带喷雾装置的飞机以后呢,那就麻烦了,真的是麻烦了。 好,这就是联合国被美国控制,不仅如此,联合国为什么会被美国控制? 一个是他美元的霸权嘛,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是离不开这美元的,你的生活都会和美元相挂钩。 你比如说美国一制裁这个林郑月娥,林郑月娥就只能拿现金去购物了。 因为你任何的一个银行,它是都要做美元的这个结算的生意的。 那如果任何一个银行给被他制裁的人什么信用卡呀,开账号啊这些,美国就可以去制裁那个银行啊。 汇丰银行为什么设了陷阱,害了孟晚舟? 不就是因为美国他要罚这个汇丰银行吗? 要求汇丰银行配合他们,否则的话呢,就对他进行罚款。 那汇丰银行就做了这种缺良心的事了。 一个就是他这个美元霸权,他基本上能够制裁到所有的人,对吧? 就连这个香港的特首都能够制裁得到啊。 有的人还说了,那中国的银行为什么要买账? 为什么不给这个林郑月娥来开账号呢? 中国的银行也一样要进行美元结算呀,知道吗? 所以从这你就知道去美元是多么的重要。 那美国另外的一个杀手锏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联合国的总部设在美国,他就拿这个签证来卡别人。 因为你联合国是在美国的境内呀,任何一个人要去联合国总部的话,都要通过美国的海关呀。 美国要不给签证的话,你没有办法过到海关,你就去不了联合国总部。 就是包括了联合国的所有的人员呀。 所以呢,当联合国国际法庭的那个检察官要调查阿富汗的人权问题的时候,美国就制裁他。 用两个办法来制裁,第一我不给你签证,第二呢,我不准你使用美元。 你看他多厉害。 对不对? 虽然说呢,国际法庭不是设在美国的,但是这联合国的官员,他总要去联合国总部啊。 他这样一制裁的话,就给他们就带来了不便呀。 那你要是你这个人工作,你没有办法开展的话,那是不是说联合国就应该发射你了? 联合国就只能是辞退你了吧? 因为你没有办法开展工作呀。 那美国就使用这个签证问题,时不长的就来卡别人。 最近呢,就好几次就卡这个伊朗的官员。 那这个月底呢,联合国大会又要召开了。 今天我看到报道呢,他现在又卡这个俄罗斯,俄罗斯的官员他就不给签证。 今天是4号,20号就要开这个联大了,联合国大会。 这次俄罗斯有可能就因为签证的问题,参加不了联合国这个大会。 那要是俄罗斯参加不了联合国的大会,美国如果是提出来一个议案,这个议案呢,如果原本会被俄罗斯一票否决,现在俄罗斯参加不了了,美国没准就会通过这样的议案呢? 这样的事情,你说原本就不应该发生。联合国设在美国,你美国就是一个为联合国要提供保障,提供服务的,对不对? 按说应该是这样的吧? 可是现在倒成了美国的一个武器了。 所以现在呢,我就看到啊,民间就有好多的呼声。 说联合国搬出来吧,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吧。 可是联合国要搬出来,谈何容易啊?我们都看到联合国那个大楼在美国,对吧?那也不容易吧。 反正呢,确实是,美国的这些行径呢,让人就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 英文有一句话叫Enough is enough,真的是够了。 可是呢,联合国现在就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呀。 联合国即便是搬出来,但是呢,只要美元霸权还存在一天,那也很难。 再过是,搬出来搬到哪儿去,对吧? 这件事情让人想想呢,真的是既头疼又气愤,真的是很气愤。 美国这样的霸道,这种土匪,霸王。 世界真的是苦美久矣啊。 有人不苦美吗? 我真的是看不到谁不苦美。 加拿大苦美久矣啊。 加拿大作为美国的邻居,真的是苦不堪言。 那么这次俄欧冲突,他把这个欧洲搞的,他是逼着这个欧洲禁运俄罗斯的能源。 欧洲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已经依赖了这么多年了。 你让他一下停止,他们哪里受得了呢? 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看到报道。 杰克说是呢,这个周末呀,有十万多人上街游行抗议,反对美国,反对西方。 要求现在这个舔美舔西方的政府下台。 用他们那个横幅的话说呢,就是美国和西方把一切都给了乌克兰,就给了我们一件毛衣。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能源危机的问题呀,眼瞅着冬天就到了呀。 到了冬天,没有天然气,甚至连煤也没有,怎么办呢? 光喊几句民主自由的口号,能够预喊吗?能够做饭吃吗? 这段时间以来呢,我们就看到,欧洲除了跟着美国喊口号以外,真的是无所作为。 不过他们也是没得可做呀,那干什么呢? 拜登到中东去要石油,都没有人理他呀。 之前沙特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呢,自从美国他自己有了石油,他不依赖沙特的石油了。 而且这拜登呢,他还主张这个清洁能源。 你说你那石油还没有甩开呢,还没有完全把人家沙特说不需要了。 结果呢,就开始对人家沙特呢,进行各种的这种侮辱,要把人家一脚踢开了。 这个拜登那么大岁数了,一点口德都没有。 骂人家沙特,全世界都给他骂遍了。 那么大岁数了,对吧? 一点都不减点,不过呢,这可能就是他的本来面目。 他可能本来就是一个老流氓。 不仅他那个儿子不是个东西,他儿子打着他的旗号。 说实在的,他也应该都知道这个事,全世界腐败。 然后呢,在家里面还乱伦,跟他嫂子,对吧? 你说你找不着老婆了吗? 你哥哥去世了,然后你跟着你嫂子搞到一起啊,还养了孩子。 现在呢,又出来拜登的女儿,日记又爆出来了,和他爹一块洗澡。 这不是乱伦吗? 可见这个拜登,他本来他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骂人家普京好几次,骂人家习近平,骂人家沙特。 还诅咒发誓,要把这个沙特呢,变成贱民。 结果呢,这话音还没落呢。 现在就又需要人家沙特了,就舔着脸去人家沙特。 人家沙特的记者直接就问他,你前几天说那话,你后悔吗? 结果呢,他是装没听见。 真是那个老脸都不要了,真不要脸啊。 所以说呢,去中东,去要石油,人家不给。 那么我们也看到前两天,马克龙到非洲,也是人家抗议的民众,差一点就跟他动了手。 要不是保安人员得利的话呀,也没准跟安倍金三似的。 对吧,现在就搞到这个欧洲呢,束手无策,他们也没办法。 那么他们发现了,他们是没有办法,一定得依赖俄罗斯的石油,俄罗斯的能源之后呢。 那么前一阵子,G7峰会就提出来的一个馊主意。 说对俄罗斯的石油呢,限价。 说我可以买你的石油,但是呢,你不能超过40美元到60美元。 为什么40美元到60美元,可能是有的国家不同意40美元吧,觉得40美元俄罗斯不会干,60美元俄罗斯也不会干呀。 这个石油多数时候都是100美元以上,我凭什么便宜卖给你啊? 我可能是卖给印度,卖给中国,可能都没有这么便宜,我凭什么卖给你啊? 人家俄罗斯马上就说了,对于同业对俄罗斯的能源限价的那些国家一律不迈。 欧盟现在还提出来呢,想仿效这个做法,对俄罗斯的这天然气也进行限价。 俄罗斯也发话了,你如果说你对我们的天然气限价的话,我就给你彻底掐掉。 那么前两天咱们说了哈,9月1号到3号,俄罗斯说呢,对北溪1号断气三天进行解修。 结果昨天的时候呢,俄罗斯宣布了,解修完了以后呢,因为设备的原因,继续断气。 说那个涡轮机啊,有问题,没有办法去修。 结果德国的西门子说,没有啊,也没有通知我们去修啊等等。 这个是俄罗斯以这个为借口来断你的气嘛。 那么前两天的时候,欧洲就有官员说了,说欧洲打从美国发起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后呢,一直都承受着这个高的能源的账单。 而且这账单呢,越来越大。 说欧洲的人民不可能一直就那么承受着,迟早会发生暴乱的。 那么昨天,杰克就发生了这个十多万人上街啊。 虽然说警方不承认十多万人,警方说不像这个组织所说的那么多人,说也就七万多人。 七万多人不多呀,七万多人也很多好吧。 我们就看那个照片啊,就满大街市人,一眼望不到边的,密密麻麻的那些人。 要求亲西方的这个政党下台,要求脱欧退出欧盟,要求退出北约军事中立。 你看,这些老百姓啊,都看出来了,你要中立啊。 我看到欧洲啊,是哪一个国家的这个前领导人就说了,在俄乌冲突这件事情上年呀,只有中国是最冷静的。 欧洲和美国的西方的这些做法呢,完全都是提油交火,只能是让这个火越来越旺。 那么欧洲呢,今天又宣布了啊,给乌克兰50亿的这个援助。 这个50亿呢,只能解决乌克兰一个月的运营成本,还不够呢? 50个亿是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说的一个最低数。 他有人说50个亿,有时候说60,有时候说70,有时候还说80呢。 美国说,用乌克兰战争把俄罗斯拖垮,说实在的,没有拖垮乌克兰吗? 没有拖垮欧洲吗?没有拖垮美国吗? 他们都要掏钱啊。 泽连斯基原本说呢,希望这个战争能在入冬之前结束。 这个完全不取决于他呀。 如果这是他的一个愿望的话,我可以理解。 如果这是他的一个判断的话,我就觉得说你脑子长哪儿去了? 从哪儿判断出来的这些啊? 你是不是被你自己的谣言给骗了呀? 乌克兰这段时间以来呢,就是造谣吹牛。 今天呢,我又看啊,他那个乌克兰的那边的那个报道啊,说俄罗斯呢,又用这个远程的导弹,还有这个火炮,以及多管火箭炮,对乌克兰进行这个轰炸。 但是呢,他们说呀,说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这些导弹啊,还有多管火箭炮啊,都被他们拦截了。 我觉得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但是呢,我还看到有一个报道,说是四号这一天呀,俄罗斯发射了,从舰上发射了十枚导弹,说其中有两枚拦截下来了。 那你要用这个具体实力,你来算一算吧,十枚你拦截两枚,这离那个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差哪儿去了? 而且这拦截两枚这事,还不一定是真的呢,就是老是吹牛。 昨天的时候呢,这个泽雷斯基啊,他还警告欧洲,说你这个冬天啊,可能会很不好过,因为俄罗斯呢,会断油断气。 现在呢,再加上这个断电,核电站停止运营,你看你怎么办吧? 不过他们还有一些水电站呢,但是水电站的供应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今天我还看到啊,有一个这个英国的一个组织,它叫英国制造游说团。 它是英国的生产商,他们的一个游说团。 现在他们就向英国政府游说,说如果再不解决这个能源危机的话,说将会有百分之六十的英国的生产商要挡币了。 因为这个欧冲突啊,半年多以来,他们已经是一直在承受那个能源的账单。 能源的账单呢,还不断的在增长。 这些生产商呢,都不堪重负了。 其实呢,他们下一步,还不是说你愿意不愿意付这个账单的事了。 你压根就没有气用,没有电用了。 英国可能会好一点。 英国呢,因为它是一个岛长期以来,它可能用的也就是液化天然气。 俄罗斯那管道呢,到不了英国那边去。 现在就是,法国的电价是最高的,德国次之。 美国的问题呢,现在也有很多啊。 我这个视频呢,就不说美国的问题,我下一个视频说美国的问题。 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搬起石头来,严重的砸他自己的脚。 今天就有美国的专家写了一篇文章。 就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造成了美国的经济萧条。 我下一个视频跟大家讨论。 我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聊这么三方面的内容。 就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啊,美国国内的问题是越来越多。 第二方面呢,就是美国不仅对中国的遏制,导致了美国自己的问题呢,越来越多。 旧的窟窿堵上,新的窟窿又出来。 而且呢,全球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第三方面呢,就是美国又推出来了一个,对台湾的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军售。 这个军售案呢,昨天中国虽然是周末,但是呢,也对这个军售案发表了中国的这个回应。 好,就这么三方面的内容。 在进入我这三方面的内容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这个交流一下我刚才啊,刚刚看的一个挺让我痛心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呢,看起来和中国没有关系,但是呢,我心里真的是挺痛心的。 那这件事情呢,是这样的啊,这个环球时报啊,有这么一个报道,说是印度电视台呀,昨天有一个报道,他们发了那么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呢,是一名印度男子在波兰受到了种族主义攻击的这么一个视频。 现在这个视频在印度呢,广泛的被传播。 视频中呢,一名自称是来自于美国的男子,在波兰的街头,就追着拍并且辱骂另外的一名男子是寄生虫。 那另外一名男子呢,是一位印度人。 那么这位白人男子,他不仅声称呢,这个后者是入侵了美欧,甚至呢,标赃化,要求对方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印度去。 那么这段视频,传播开以后,迅速的就在网上引发了众怒。 不少人斥责这名美国的男子行为,令人厌恶。 这篇报道描述这段视频说呢,说根据推特上曝光的这段视频,画面开头呢,就可以听到,一名举着摄像头的人,就拍下了一旁走过的一名男子,并且询问他说,你会说英语吗? 那么那位男子呢,就回答说呢,会,你为什么要拍我呀? 然后这个拍视频的人就说呢,因为我来自美国,而在美国你们这些家伙太多了,所以你为什么在波兰?你为什么在这儿? 那么这名自称来自美国的人,他继续说呢,你认为你可以入侵波兰吗?你有自己的国家,你怎么不回自己的国家去呢? 那么这位印度人呢,他就避开了这个提问者,就想转身走调,但是呢,这位所谓的美国人继续上前追问,你为什么来这儿?你为什么不回印度?你是从印度来的吗? 然后呢,他又说,这是我的国家,我是欧洲人,欧洲人想知道,为什么你们要来到白人的土地上,还把我们本就辛苦的工作给抢走? 你为什么不去建设自己的国家?你为什么是寄生虫?你是在灭绝我们的种族?你是个入侵者?回家去,入侵者。我们不想让你留在欧洲,我们不想让你出现在这里。波兰只对波兰人开放,你不是波兰人。 然后那位印度人就说,不要再拍我了。然后这位白人呢,不光继续拍他,而且用脏话来辱骂他,还声称说呢,你应该感到羞耻,你们这些人正入侵美国,你们应该回家,我就要拍你,这是我的国家。 然后继续说,入侵者,回家去。那么这段视频呢,他就是一个,很明显,他是一个波兰人,这个视频拍的呢,是在波兰拍的,他声称呢,他是美国人。 然后呢,他还说在美国呢,有很多这样的印度人,说你们为什么要入侵别的国家?他真的是非常的矛盾啊。 你自己是波兰人,你又说你是美国人,你要说一个国家的人,不应该到另外一个国家去,那你岂不是一个入侵美国的一个人呢?一个入侵者呢? 对不对?那你作为一个波兰人,你在美国的时候,其他的人是不是也可以跟你说,滚回去,滚回你的波兰去,你这个入侵者呢? 其实也是可以这样的。就说呢,你看啊,这个世界上真的是,那些白人呢,他们最是这个,觉得自己是至高无上的。 首先美国人呢,会觉得说,他们是世界上第一等人。 然后呢,就是欧洲人。 欧洲就觉得呢,他们和美国人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人种,都是白人。 然后现在呢,这个东欧人呢,他们也认为他们的肤色就是一样。 就像这个波兰人,也标榜着自己是欧洲人,你知道吗? 他都要把欧洲人,美国人抬出来,来抬高他自己。 就说明他自己心里面,也有那个种族歧视,被歧视的那种柔软的一块。 他也被歧视过,然后现在呢,转而来歧视别人。 在美国呢,那黑人啊,也会来歧视亚洲人。 黑人会觉得说呢,他们是美国人,你是亚洲人,你鬼回你的亚洲去。 就是这样的一串的这种鄙视链啊。 为什么说呢,这个视频里面被鄙视的是一个印度人啊? 但是呢,我就觉得很痛心,为什么呢? 因为呢,亚洲人为什么会被他们所鄙视呢? 不就是因为在近代当中,他们这个欧美他们强大吗? 不就是亚洲比较贫穷吗? 是不是?再往前说实在的,中国还比他们富裕呢? 那他们可不管,对不对? 他们就说现在这一段。 他就是因为这个贫穷而瞧不起亚洲人。 那么,我为什么觉得痛心呢? 现在中国富裕了。 那么中国富裕了,中国富强了,不光富裕了,而且富强了。 那么美国就开始对中国大力的打压。 那么我们就看这个日本啊,韩国啊,印度啊,他们是什么态度? 他们还是去报美国,报欧洲,来对付中国。 我一方面呢,我会觉得说,像印度的这种嘴脸啊,你不是去填美吗? 你不是去抱着他们来对付中国吗? 你现在被他们歧视,活该倒霉。 但是呢,我又觉得非常的可悲就是,你说我们被他们瞧不起呢,就是因为你穷,你弱。 现在我们亚洲也出来了这个强的了,对不对? 按说这个亚洲应该以中国为自豪啊。 中国又对他们没有威胁啊。 按说他们应该以中国为自豪,但是他们不。 他们却宁肯去抱着这个白人,去当他们的催本来对付中国。 你说可悲不可悲? 真的是非常的可悲。 可是呢,我觉得更可悲的是什么呀? 造成这么一个局面的呢,主要是那些政客造成的。 其实日本呢,韩国呀,还有印度啊,如果说你在北美,我不知道欧洲啊。 反正你要是在加拿大呀,你要是遇到这个印度人的话,印度人和中国人之间是很友好的。 印度人和中国人之间是没有那种尊卑的。 大家见了面以后呢,就觉得说我们比较接近一些哈,互相之间是很友好的。 当然了,那些就是说你身边能够接触到的那些白人啊,还有黑人啊,或者其他的人种呢,就是说你们没有厉害关系的情况下,但是呢,你又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或者是居住的原因呢,让你们之间呢,距离比较近的时候呢,还比较友好。 还比较友好,比较挑起来这种仇恨,仇恨的,就是那些政客,主要是美国带的这个头,挑起来这种仇恨,挑起来这种矛盾,挑起来这种仇恨,非常的可悲。 好,我们现在就回到就是说关于这个美国啊,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美国现在就是明目张的,就打着旗号,我就要压制你中国的发展。 全世界也不问个为什么,凭什么中国没有权利发展吗?为什么要去压制人家中国的发展呢? 对不对,太空领域你不带他玩,然后产业链里面呢,现在人家中国都为全世界做出很大的贡献,然后呢,你要把它说明, 它甩出去,为什么呀,这到底呀?中国没有权利发展吗?对不对?这完全就是一个拉帮结伙来欺负人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但是呢,没有人来抨击他。 你怎么不说你美国对中国这样做,它是一个种族灭绝,是一个侵犯人权呢?它就是一个侵犯人权呢?中国的发展权,生存权,对不对? 口口声声的说呢,说中国侵犯了新疆人的这个人权,可是呢,你就对所有的中国的产品里面,有新疆人的付出,有新疆人劳动的,有新疆人,是新疆人饭碗的那种生意呢,那种产品呢,你全都拒绝。 对呀,你就不给新疆人活路,谁是侵犯了新疆人的人权呀?其实这就再清楚不过了,对不对?我就没有机会来和加拿大的那些议员面对面。 我要跟他们面对面,我就这样问问他们,为什么呀?是非在哪里?正义在哪里呢?美国就这么这样的,公开的,我就恶着你中国,我就打压你中国,我就排斥你中国,我就不让你中国发展。 我们大家联合起来,你们跟我一起打死中国。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像美国这样的,来无来由的去欺负好人,中国又没有怎么着你,对不对?就这样无来由的欺负好人,这叫伤天害理,会得到报应的。 美国现在就得到报应啊,你看美国这样对付中国,他得到好处了吗? 拜登在竞选的时候,就对川普跟中国贸易战大加批评,对不对?大加踏伐谴责。 可是他上台以后呢?原来我们还以为说他一上台,马上就能够扭转局面,把原来川普做的那些事情全部都给他否了。 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啊,他现在执政呢,已经是快两年了,川普所加的关税,他也没有撤销啊。 而且美国的内部,并不是说美国内部没有那种撤销的声音,而且这个关税呢,他伤害的就是美国他自己的民众,使得他们那些产品啊,价格就上了。 你加税吗?那那些个进口商,他能够消化这一部分税吗? 不会,他就把这个税转嫁到了这个终端的消费者的身上了,对不对? 使得他们的物价就升高了。 按说呢,你取消这个关税呢,对你这个现代通货膨胀会有一些帮助。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他自己人,他也这么认为。 首先他那个财长耶伦,他就是一个坚定的这么认为的。 他们那个商务部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呢,他们就觉得说,如果取消关税,中国能得到便宜,不利于打压中国。 所以呢,这个关税呢,到现在他也不取消。 那你要不取消的话,那你自己也承担这个后果。 那拜登最近呢,为了这个争取选票,还要减免那个学生贷款。 那这件事情呢,就引发了美国的进一步的这个内部矛盾。 有很多人呢,就上街来游行。 因为呢,你帮助了一部分人,那另外一部分人呢,就不满意了。 另外一部分人就认为不公平。 我原来还说啊,拜登啊,可能是认识到现在, 他们的科技呢,正在被中国超过。 可能要提高全民的这个受教育的水平。 有网友说呢,甭把他想的那么好,他就是为了选票。 那么现在就有学者出来说呢,你这样做的话哈,会进一步的加重这个通货膨胀。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老说哈,一种朴素的理解就是,什么时候价格会涨,什么时候价格会落。 就是看一个供需关系。 你是钱多了,还是货多了? 如果你钱多了的话,那你这个价格就会上涨。 如果你货多了的话呢,那你的价格就会下降。 为什么美国会有这个通货膨胀? 他在疫情期间猛发钱,你发了那么多钱。 然后你没有那个货来对应,那你这价格还能不上涨吗? 现在学生贷款的这个就也是一样的。 他现在拿出这么多钱来,等于说发给一部分人,又发了一笔钱。 那这个呢,对降低通货膨胀,一点好处都没有。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还有呢,美联储就不断的加息。 前两天他又大幅度的加息。 美联储就是说,如果效果好的话呢,下一次就不加了。 如果效果不好,下回还得加。 现在呢,这一次加息,一点都看不到效果。 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报道哈,说美国的通货膨胀,因为它特别的严重。 有好多人呢,为了减轻这个经济压力。 有很多人,你猜,他们都去哪了? 美国人开始移民了耶。 他们往哪移民啊? 没有到加拿大啊,加拿大也是一样的。 他们去了墨西哥耶。 据报道,现在有160万的美国人跨过边境去墨西哥居住。 川普那会儿呢,就在美墨边境上修墙。 就是防止那些人从墨西哥跑到美国。 可是现在反过来了,很多的美国人跨过边境到墨西哥居住。 那现在墨西哥人就怒了。 墨西哥人游行抗议,要求这些美国佬滚回你自己的国家去。 那为什么说这么多墨西哥人,他们反对这个美国人到他们的国家呢? 是因为他们去了以后呢,推高他们墨西哥的物价。 前面那位波兰的白人啊,在他们的国家驱赶人家那个印度人。 你就是你任何国家的民众啊,你在街上,然后你去对着一个外国人说,你凭什么到我们国家来啊? 这样的人啊,都是一些低层次的人渣。 他就不明白这些人是拿着签证来的呀。 是你们的国家,是你们的政府允许他们来的。 如果你对外国人在你的国家有意见的话,你应该去找你们的政府啊。 你没有权利来充当一个移民警察的角色。 你如果说生活很艰难的话,只能说你自己无能。 任何一个社会啊,都有这个三六九等。 就像波兰的那名男子去驱赶人,就你这种智商,你就活该是一个底层的人。 他就说他们活得很艰难,说我们本来就很艰难,然后你又来。 那就是说你竞争不过这个外来的人。 如果外来的人来给你当奴隶的话,那你会有意见吗? 如果你是一个中产阶级,你会对你家里的这个保姆进行斥责,说他抢了你的饭碗吗? 你不会,你就是个loser,你在波兰街头去驱赶人家一个印度人。 那你不想一想你在美国街头的时候呢? 那你不想想你美国人还有在人家国家的呢? 还有很多美国人在中国呢? 中国人对老外是一个什么态度?非常友好,非常友好。 中国人甚至对印度人呢都非常友好,对黑人也非常友好,在中国的国土上。 在哪儿中国人也不去欺负人? 好,咱们再说回来哈,160万的美国人跨过美墨边境,到人家墨西哥去生活。 去抢人家的资源,推高人家的物价。 现在墨西哥都怒了,要求美国人滚回你们自己的国家去。 那位波兰的白人,号称他自己是美国人,这一点我相信他都不清楚。 孤陋寡闻。 拜登现在他解决他国内的问题,他都非常的难。 拜登呢,有的时候就说他的失业率很低啊。 我看到有专家说,你如果要解决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的话,你的失业率就必须得高。 因为你的失业率如果低的话,他那个失业率他怎么造成的? 他一些刺激的手段,他打钱,补贴,然后让那些企业去雇人,搞一些项目出来,解决一些就业。 其实这也是另外的一种方式发钱。 如果你给一些人,又给了他们这些钱以后呢,他牛脸拿这些钱,又增加了消费,增加了购买力。 那你的物价又往上走。 所以我看到有的专家就是说呢,说美国要想解决这个通货膨胀的话,他的失业率必须得上升,得上升起码到6%。 但是呢,美国现在拼命的来降低他的这个失业率。 因为你失业率要高了的话,他不好看呢。 你失业率高,老百姓还能选你拜登吗? 就不能选你这个民主党了呀。 所以这是一顿矛盾,知道吗? 所以这个拜登呢,他自己国内的这个问题的堆,他一筹莫展,他没有办法解决。 他补了这个东墙呢,西墙就漏了。 他顾了头呢,他顾不了尾。 所以他自己的国内的这个问题呢,他根本就解决不了。 给中国的这个关税呢,是该降还是不该降啊,就这个问题呀,就老是做不了这个决定。 好,这是他国内的情况。 那国外的情况呢,对中国进行打压,联合一些国家呢,在产业链当中呢,去排斥中国。 搞什么芯片四方联盟,给韩国的最后期间是八月底,必须得明确表态,加入不加入这个芯片四方联盟。 可是到现在呢,这个决定韩国也拿不出来。 而且呢,促使韩国拿不出来这个决定呢,最近美国又对韩国捅了一刀。 就是呢,美国还希望和韩国组成联盟,希望韩国能放弃中国的市场来配合美国。 可是美国怎么做的呢?美国根本就不配合韩国。 美国最近推出来的,对吧,对他国内的汽车行业的补贴,等于说呢,就把韩国作为了这个竞争对手。 等于呢,就是对他国内汽车行业的补贴呢,和韩国的这个汽车行业进行这种恶性竞争。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韩国对这事呢,最近非常的气愤。 直接用的就是美国向我们捅刀。 那韩国为什么迟迟的不能够答应美国加入他们的芯片四方联盟? 就是因为他这个芯片四方联盟的目的,就是想把中国从这个芯片这个产业链里面给他清出去啊,排斥中国啊。 但是呢,韩国的这个芯片行业又离不开中国。 那日本是紧跟美国了。 但是日本的企业界反对的声音也是很大的。 认为日本的企业是不能离开中国的市场的,不能排斥中国的市场。 现在就连欧洲也有很多的声音就认为不能排斥中国的市场。 法国总统马克龙还说,说法国和中国对抗不合乎逻辑。 根本就不合乎逻辑。 就跟澳大利亚无来由的来对抗中国一样。 不合乎逻辑。 全世界都不理解澳大利亚捧着中国的饭碗吃得那么香, 然后呢,一抬脸就跟那开始骂中国。 这是一个什么道理,不合乎逻辑。 日本呢,最近就要求他的企业去中国,从中国搬出去。 中国的商务部说,不可能,你们离不开中国。 我看到美国的一个媒体呢,还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是什么人民币不好赚呀,说企业呀,包括好莱坞啊, 都离开中国市场啊,转向越南和印度啊。 其实呢,这都是瞎扯的事。 有的企业呢,可能就转走了哈。 脑子发热,然后就转走了,或者看不清风向,就转走了。 但是呢,第一,这样的企业是少数。 第二呢,那些转走的全都后悔了。 那郭台铭又不是转走了,后来又散不打眼的又回来了吗? 对不对? 有的时候呢,这一个企业,尤其是那些工厂, 你要转走的话呢,不容易啊。 你一个工厂在中国, 它不光是说你在这儿来生产这个东西, 它还有上游下游整个的这个生态。 你要把这个整个的生态培养起来是一个健康的环境, 这本身就不容易。 然后你又到另外的一个地方, 然后你想去培养这个,那更不容易。 越南这个国家它小啊, 它哪能形成像中国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产业链, 这么全的这么一个环境呢。 印度虽然这个国家大, 那么我今天呢,我也看到这个专家说呀, 印度啊,你别看着它的人口和中国差不多, 但是呢,印度那人口结构和中国可完全不一样。 说印度92%的那个人口呢,都是无效的。 那92%的那个人口吧, 说它是一个非正规人口, 他们那个社会啊, 印度那穷人啊, 它那个形成了一个它固有的一个社会。 印度的政府是控制不了他们的, 它就不像中国的这个管理这么系统化。 说是你要是到中国啊, 你打算你到一个村里面去, 你就问这些村里面的村长, 你村里面有多少人, 有多少户, 你有多少户是干什么的, 有多少年轻人, 有多少老年人都是干什么的, 有多少在外打工, 有多少在家里面搞这个家庭副业什么之类的。 这个村长都能给你介绍的清清楚楚。 你要到镇里去呢, 你问说你们有多少个村啊什么的, 它镇里面能给你告诉的清清楚楚。 但是印度就不一样。 印度说92%的人口呢, 是一个失控的。 有大量的人口就住在那种棚户区, 真的就是棚子啊。 有的可能呢, 都不是用建筑材料建成的那种居住环境。 有的可能就是拿那个木棍啊, 这都算好的, 甚至拿街杆就搞成一个那么一个棚子, 这里面就可以住好多人。 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住了多少人。 没有人知道这里面的人如何生活的。 有多少年轻人, 有多少老年人, 谁上学谁不上学。 甚至他们的市场行为和现代人都隔口不入。 他们有可能还是以物易物的这么一个方式。 你让这样的一个印度啊, 怎么可能来替代中国呢?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印度那个国家领导人, 他领导这个印度这个国家, 也不容易呢。 哎, 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消息哈, 说是截止到这个八月份哈, 印度的GDP已经超过了英国, 成为全球第五大国。 这是对英国的一个打脸啊。 英国现在呢, 还自我感觉良好, 觉得它是一个大国。 它都被它的殖民地超过, 这是它第二次被它的殖民地超过。 那第一次是谁呀? 第一次就是想当年被美国超过的时候, 美国原本也是英国的殖民地, 对吧? 英国这个大选呢, 马上要出结果, 明天就要出结果了。 很有可能就是那女的, 她叫特拉斯。 我们就看英国哈, 她在这次的大选过程当中, 我们根本就没有听到他们说, 他们要如何把自己的国家搞好。 没有, 张嘴闭嘴呢, 都是比赛看谁对中国更狠。 现在任何一个国家好像是, 如果在竞选过程当中, 如果是不提中国的话, 你是得不到这个选票的。 这就是美国的功劳啊。 美国在全世界煽动的这种反中, 说中国呢, 对他们全是威胁, 对英国也是威胁。 英国如果不对中国狠点的话呢, 中国就威胁他, 我不知道威胁他什么。 他, 我不知道怎么够威胁法。 如果你不反中, 然后因为中国, 你就亡国了吗? 还是怎么样? 中国早就超过你了呀, 印度现在都超过你了。 那么我今天还看到, 美国的一个专家写的一篇文章, 说美国遏制中国将引发全球萧条。 如果你美国再联合全世界对中国进行遏制的话, 如果这个产业链啊, 供应链啊, 进一步的遭到破坏的话, 会引起全世界的经济萧条。 你就等着瞧吧。 到时候捅着大楼子, 不是你美国能解决的。 美国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更何况全世界的问题, 他只会捅楼子, 他只会闯祸。 现在他把俄罗斯和中国同时属于他的敌人。 现在很明显的, 他的美元霸权已经是下降了, 受到了削弱, 受到了大大的削弱。 人民币现在在东南亚, 在中东, 在非洲, 在南美, 在澳大利亚, 都用人民币来结算了呀。 说实在的, 中国还没有特别希望人民币全球化。 因为人民币全球化, 也是有好多责任的吧。 那前两天呢, 美国就宣布说, 他的两大人工智能芯片的供应商, 停止供货中国, 刚没几天的功夫, 然后他又恢复了。 因为他承受不了这个后果呀, 股票市场马上就给了他答案。 他这个行政令透露出来以后, 美国的股市应声下跌, 这两家公司的这个股票应声下跌, 美国呢, 也就剩下了最后的一张牌, 那就是台湾。 除了那些, 让那些各国的议员, 像走马灯似的, 到台湾去访问以外, 那么星期五的时候呢, 美国又推出来了, 对台湾的这个军售案。 这个军售案呢, 就特别有意思哈, 昨天其实我也跟大家说了哈, 这个军售案的内容, 一共是11个亿哈, 其中呢, 第一项就是60枚鱼叉2型的反舰导弹, 第二项就是100枚的强尾蛇2型的, 空内空的战术导弹, 第三项呢, 就是已有的那个雷达项目的后勤保障的费用。 昨天呢, 我就说, 我觉得这个我也不是军迷, 但是我乍看起来, 这能有用吗? 那个反舰导弹也就是60枚, 那小尾蛇呢, 就100枚, 这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今天我看台湾也在讨论, 这些反舰导弹和反空导弹, 都是原来已经都有了的, 现在就是又增加一部分, 然后那个雷达呢, 就是服务, 听起来特别的高, 但是呢,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似的, 但是中国大陆呢, 也挺重视这个的, 说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新闻发言人刘鹏宇, 在9月30日的时候, 发出了一系列的推文, 称美国对台军售将严重危害中美关系, 以及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他还呼吁美国立即撤销, 同意军售的决定, 他这个是不可能撤销的, 肯定不会撤销, 按照美国之音的说法呀, 按照台湾的说法呀, 好像是说, 把大陆气得够呛, 但是我看大陆也未必就气得够呛吧, 那能说什么呀, 肯定得说这话, 坚决反对, 希望立即也就撤销, 对吧, 但是我认为这三项好像都没什么用, 那我看到台湾方面的军事专家也说呀, 说这些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用, 台湾方面的反应啊, 其实还挺强烈的,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就觉得这东西没用,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那个响尾蛇啊, 他的射程只有18公里, 而那个鱼叉导弹呢, 他的射程是120公里, 很显然这些导弹呢, 如果使用的话, 只能是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都打过来了, 要登陆了, 在这个时候才能使用的, 所以台湾方面的就很气愤, 觉得说你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说, 大陆兵临城下, 你给我们这些武器拿来用是吗, 就在解放军登陆的, 当天使用的是吗, 这个日, 这个日叫什么, 英文叫D-Day, 我看台湾媒体呢, 反应挺强烈的, 记者就追着蔡英文说, 说为什么美国把这个军售宅, 摘化到D-Day, 但是美国之音说呢, 台湾方面昨天表示说, 高度欢迎这笔军售, 称台湾需要这些武器来强化防卫, 台湾国防部周六还说, 军方在台海继续发现, 中共解放军的, 舰支和飞机, 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飞机绕台呀, 现在舰船绕台呀, 现在成为了一个新常态了, 每一天都有, 美国是不是判断说呢, 中国大陆要武力攻台, 已经势不可挡了, 所以呢, 美国紧急给台湾这一笔军售, 虽然说呢, 美国之音说呀, 台湾说高度欢迎, 但是呢, 台湾什么时候不欢迎过呀, 说到这儿呢, 就是今天呀, 美国的媒体发表的一篇文章, 让台湾方面觉得特别的收入, 美国的媒体发表的文章呢, 就是台湾不能依赖美国爸爸, 用了这样的词语啊, 他的内容没有看, 但是呢, 我看台湾方面的反应呢, 有一个名嘴, 他是说, 这篇文章呢, 把台湾的军队呢, 批的是一文不值, 而且呢, 还管台湾叫儿子, 美国是爸爸, 咱们以前呢, 有的是说, 你美爹怎么样怎么样的, 现在美国以美爹自居员, 你说台湾是不是, 好好的人不当, 非得去当狗呢, 不过还好的, 现在被叫做儿子, 怎么着也是这个人, 对吧, 哪一天美国没准会说, 你就是我的一条狗, 当然美国可能不会那么说了啊, 在美国人眼里面, 那个狗都比台湾这个儿子强啊, 那是不是说, 在美国看来, 武统很快就要实现了呢, 不过呢, 台湾最近比较生气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在八月底的时候, 日本的那个代表团到台湾去, 去跟台湾商量撤侨计划, 说现在呢, 菲律宾, 德国都有撤侨计划, 说好多国家呢, 现在都有撤侨计划, 让台湾特别生气, 觉得说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台湾很快就像这个, 占前的乌克兰人士了, 很多的投资都会撤资了, 很多的外资企业, 可能都会跑啊, 台湾人老说呢, 我们自己都不觉得紧张, 为什么别人都吓成那样呢, 我就不明白了台湾的两党啊, 你说这民进党当局者迷, 我看台湾的国民党也不清醒啊, 你就搞不清楚台湾一天到晚的搞这些, 这个来访那个来访, 搞这个搞那个的, 这些不都是对大陆的刺激吗, 你要是不想大陆武统的话, 你就不应该来刺激啊, 对不对, 这都不合逻辑啊, 按照马克龙的话说, 逻辑在哪里啊, 国民党代表团到大陆走一趟回来说, 放心好了, 大陆不想武统, 大陆是不想啊, 但是这个选项是存在, 没有办法, 逼得没办法, 合同没有希望的时候, 就只能武统的呀, 台湾让国民党越来越傻了, 好, 我这些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